都快10月底了 高雄的陽光依然猛烈 悶熱爆表 台電統計今年5到8月 高雄延程區住宅用電 每戶平均成長20度 增加幅度6.8% 全國最高 感到非常驚訝 這兩年以來 人口是一直在下降 在家戶數裡面 也維持在10800戶左右 所以也沒有增加 中戶數沒有增加 人口也有小幅下降 但來到延程知名的伯二特區 修館的日子 人潮依然不減 我發現很多房子都有在整修 整修完畢以後 它的使用就是變成隔間的套房 出租給不管是學生也好 或者是來這邊旅遊的背包客 住在哪裡 我們住青年旅館 背包客站其實都蠻舒適的 所以我就是又省錢 又可以住到不錯的環境 文川和義文活動的進駐 柏爾特區成為新景點 人潮帶動商圈活絡 很可能就是電費暴漲的原因 區公所表示會加強省電宣導 希望城市發展也能兼顧 節能減碳 大家請問歡迎珍珍睿評高雄報導